欢迎大家来到从听书到看书 昨天选读了林夕有关论自由工作者的文章 今天简单和大家讲一下愈后感 其实任何事物过多而不自律自省地将一切习惯合理化 都是会失衡的 无论是昨天提过自由工作者的时间 或是其他各方面,例如金钱、青春甚至伴侣 不会有一件事永远必然拥有 只是我们惯常自以为可以一直存在 只会一直揮霍 我一边阅读一边思考这篇文章 强在可以将它套在不同的情况 例如我长的脂肪 一直以为自己是食极不肥的体质 因为我从小到大都不是很长育 所以近几年就任意挥霍我的身体 一路受惯了 不偶尔掌一下濫浴 都真的从来没想过控制饮食 这个例子讲笑之余都是真人真事 又例如有一些人习惯了伴侣对自己做的一切 习以为常地放纵暖发脾气 明明知道不应该这样,又偏偏要做 将伴侣的气量由挥洒变成挥霍 自以为对方一定会引你一辈子 累積的债变成腹内,和我的脂肪一样 希望最后大家不会只是死路一条 《无常所以有胆》一书中 还收录了很多反思生活的文章 明天继续和大家分享 从听书到看书,推介书籍 《无常所以有胆》 作者林直,由亮光文化出版